像它如幅圖呢 就是镜子放在A点 它有一个0.2公斤的小球释放 那沿着半径是0.5公尺 半圆形光滑轨道下滑 那假设呢 G是10公尺每秒平方 那我们说到达B点的速度是多少 那我们看一下A到B A到B呢 基本上就是它的位能减少动能增加 它减少的位能会等于它增加的动能 所以减少的位能就是MGH A呢质量0.2 G是10 下降0.5公尺 半径0.5 所以这个垂直高度就是0.5 那就等于1分之1的M 它的质量是0.2嘛 对不对 再乘以V的平方 所以呢MGH等于1分之1的MV平方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呢 从A点到B点呢 这个时候B点的时候 它的速度应该是更好10公尺每秒 那第二个它问我们说 到达C点的时候 它的动能是多少 那到达C点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你从A跑到B点又跑到C点 所以A跑到B点它减少了位能 对不对 那这边又增加了位能 那所以呢到这边因为那是力学能所合嘛对不对 所以你这边减少的位能就等于你这边增加的位能再加上这一点所剩下的动能 所以你看到我们它所减少的位能一样是MGH 从这边到这边就是0.2 质量0.2乘以G等于10 乘以下降0.5 那就等于你这边增加的位能来 这边增加0.3公尺的位能 一样M是0.2G是10 上升了0.3公尺 那接下来呢就是你的动能吧 因为这边遵守力学能所合 所以我们就是要求这个动能 那我们利用前面两个箱简 我们就可以算出呢 这时候的动能呢应该是0.6焦了 0.6焦了